郭台铭是否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问题 到了其疫情中常会后就不是问题 就是换句话说 当国民党决心不换国的时候 那郭台铭想透过中常会的运作 重回国民党的意案 大概已经没有办法实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最新消息 国民党秘书处已经完成了相关提名作业的提案 准备在7月23号全代委会召开 由党主席正式宣布 支持侯友宜参选2024 使侯友宜的参选到7月23号 正式落下帷幕 换句话说国民党不换侯了 因为这份文件应该已经发出去了 就是说各个中常委或者是相关人士 都已经看到了这份文件 那现在如何面对723或者是719 719大概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这些中常委不会发难 那所谓不会发难 他们在中常会上应该不会发 应该不会发难 就是换句话说 郭台铭是否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问题 到了719中常会后就不是问题 就是换句话说 当国民党决心不换侯的时候 那郭台铭想透过中常会的运作 重回国民党的意案 大概已经没有办法实现 那719过了就是723 那723按照过去党代表参加的情况 大概有两千多人 就是各地的党代表 除了党代表以外 还有黄步兴 还有其他重要的人士 都应该已经发出了邀请函 否则时间上来不及 就是说必须要两个礼拜以前 完成所有的作业 那我是看到了他的提案 所以可以确定 郭友宜是不会还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国民党就是严正以待 7月23号 就是内防家门之变 还有郭台铭之变 郭台铭之变在719混进讲了 不会有任何的意外 那现在是加变 就是说当党主席宣布提名 侯友宜为本党参选人之后 党代表大会 看看有没有人会提案 当然现在国民党有一小撮人 他们正在努力 希望在全代会上提案 就是重新 就是重新声明朱立伦过去讲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党内整合 第二个党友整合 第三个非力联盟 希望朱立伦能够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前进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 党内已经整合的差不多了 郭台铭大概也知道 不会换猴了 他就要另谋出路 那现在问题来的非力联盟怎么处理 那现在他们就怕这些党代表或者某一些人 他们会提案 所谓的提案 就是说 侯友宜既然代表本党 那本党应该要如何处置 这些党友或者非力联盟的人 那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朱立伦跟金服冲 大概已经在沙盘退 他们希望为侯友宜排除障碍 因为有一些议案 不是你事先可以知道 但是提案他有一个过程 必须要金融秘书处的会诊以后 到党主席身上 那其次 这个里面他们比较关注的是两大项 第一项 黄复兴党部 第二项 支持韩国瑜的群众 虽然很多人都不是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内 我讲 至少还有10%的人支持他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有任何的意外 不知道 但是就提案的内容 你来讲的话 应该黄复兴党部是不会提案的 那支持韩粉的会会提案 不知道 还有国民党内各地方派系 会不会提案 也不晓得 那这个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 就是说朱立伦跟金服冲 大概认为 也2000多位出席的党代表 那出席率只要高达五成到六成 就是过半数 过半数 然后再签选投票同意的话 同意 投友宜的话 大概 大概他要掌握的票数 至少要7到800之间 因为过半数 过半数的四分之一 那实在是难看 就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是实在是难看 那至少说出席人数的一半 假如这次会议是 是100个人 一半就是50个人 那50个人只要有25个人 支持的话 这个案子那就通过了 但是你不能又够用25个人 搞得那么难看 因为至少四分之一 并不代表党意 也不代表民意 就是少数人决定的黑枪作业 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个底线 应该是在党代表 七百到八百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他们会让侯友宜提名的数字 很好看 支持的数字也很好看 就是800个 假如是1000个人 出席 好 就是2000 1000个人出去 800就是至少八成 至少八成 不会弄到五成 五成就变成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就是25%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推演这个数字 但是我在想 侯友宜绝对不会被更换 只不过党代表他投出的数字 是代表党意 这个党意不能弄得太难看 一旦弄得难看的话 你侯友宜的民调还是往下降 所以我们现在看719 大概已经过关了 现在变成723 723如何让场面弄得非常的热闹 如何让侯友宜的票数提高 这个就要看国民党党中央怎么操作 请勿谂